今年刷十国庆返国参加庆典活动的致敬团 上周日21号下午在侨教中心举行授旗仪式 致敬团将带着休斯顿侨胞的祝福 回国参加10月10号的升旗典礼 和国人一起庆祝中华民国103年的国庆大典 即将在中华民国10月庆典期间 回国参加国庆活动的致敬团 上个礼拜天在侨教中心举行授旗仪式 由驻休斯顿经文处黄敏靖处长 将中华民国国旗授交给这一次 致敬团团长同时也是侨务顾问的王秀兹委员 致敬团回国后将参加10月9号的四海童兴大会 以及10月10号的升旗典礼 随后将赴金门 澎湖等离岛旅游 并进行健康检查 授旗仪式当天 黄敏靖处长及侨教中心庄雅署主任 向致敬团致意 也预祝大家这一趟回国能够满载而归 团长王秀兹在会后为大家详细说明行程 及注意事项 希望此行侨胞能玩的尽兴 也能代表休斯顿地区的侨胞 一同欢庆国家庆典的热情